嘿大家好我是MNike 叫我A夢或E夢或雷夢 那今天呢是台灣1月聯盟戰三階段的偷懶刀表說明啦 那在三階段呢現在對於滿等玩家來說做到三刀六隻 就是每一刀都打死一隻BOSS 然後補償到再打死一隻BOSS的操作難度是相當低的啦 所以呢這個月我就直接介紹三種組合啦 你也可以說套餐啦反正就是我配好的 那後面呢也還會再秀一下說 我三階段測的所有的刀的總表來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首先呢是這個組合A的部分 那這個組合A呢我會認為說它就是基本款啦 就是說如果所有的BOSS都還活著的話呢 那你基本上就是打這個組合 那這個組合也算蠻舒服啦 就是呢用到的角色都是很常看到的角色 沒有用什麼太奇怪的角色 然後角色的部分也沒有重複可以稍微租一下 那大家比較有可能會沒有的 大概就會是三王的小小甜心 或是說雅里莎你沒有練之類的啦 但是呢可以租一隻所以還OK啦 而且三王的話呢也還可以再出其他刀啦 只是出其他刀的話呢就有可能會要租腳 那你的這個1加5跟2加4就比較不能缺角色這個樣子 所以也可以載到總表那個地方稍微參考一下 反正這個就是我配出來這個組合A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如果說你打這個組合A 因為這個組合A會這個 1245王各打一隻 然後三王打兩隻嘛 會打比較多的三王 那大家再出這個組合A之後呢 三王就會變成箱子 就沒有三王可以打 所以沒有三王可以打之後呢 就要出這個組合BC的部分喔 那組合BC的部分呢就是打兩刀1加5 或者是打兩刀2加4 那1加5比較簡單的原因在於說 因為四王是多目標的Boss 所以你在做2加4的時候呢 會比較需要換陣容 那在比較需要換陣容的情況下呢 角色就會稍微比較卡一點 所以呢出兩刀1加5會比較好搭配一點點啦 比較好搭配一點點 那當然這個地方就會開始用到一些比較難 比較難有的角色啦 那組合B它的好處是在於說呢 它一樣是沒有重複角色的 同時呢它也是不用換陣容的 所以呢打起來會相對比較舒服 如果說你有這個大小姐組合 然後你有這個小小甜心三人組的話呢 那這個組合B也算是非常不錯的一個打法 那組合C呢它的角色比較重複一點 像花靈啊像這個泳裝咲戀啊 泳可啊然後基塔啊有重複 然後要稍微租一下 如果不小心租錯的話呢 就會導致你的刀沒有辦法出會非常的麻煩 但是呢組合C它都是用一些比較常見的角色啦 然後它沒有用到真的太少見的角色 真的會比較有人沒有的大概就是 灰棍狼真步而已 那其他角色頂多你就是美列 那通常都會有這個角色 所以組合B、C是這個樣子啊 就放在這邊給大家參考 那在沒有三王的時候呢就可以選擇這兩刀 那後面呢我會放一下總表啦 那總表的右下角呢還會有一個就是刷分套餐 刷分套餐呢就是打兩個5加5 然後再打一個4加4這樣子的一個超級刷分套餐 那如果說你的聯盟只能打到三階段的話呢 那打那一個套餐就會是你的分數最高的一個方案啦 那或者是說你的聯盟裡面呢 有人沒有辦法打5王 就有人可能真的等級比較低 他只能打1王打2王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那些刀然後負責來收多的5王跟4王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的聯盟是全滿等的話 那我就比較不建議出那個刷分套餐啦 因為全滿等的聯盟呢 在三階段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可以做到1加5跟2加4的 在所有人都可以做到1加5、2加4的情況下 你去打4加4跟5加5就是造成人家困擾而已啦 因為這樣就會有更多人要去打1加2這樣 那這個三階段的刀表的部分就到這邊喔 那後面呢我會稍微放一些實戰的片段啦 就打一下組合A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個總表的部分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希望這個三階段的刀表有幫助到大家啦 那就這個樣子 祝各位出刀順利 好玩啊 認真感到哦 成功玩家 一些玩家 我只是在KLM的印象中,也叫做了 我只有考驗,那有什麼笨文字 我沒有想要想成了 可是我更是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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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 喜歡上個字的笨文字 放在空間,放在空間,放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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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空間,放在空間 一些衣服去得分裂 有数大側 有数大側 但一切 一切 高雷 不小心 無視 有数大層 有数大側 有数大側 敵和 有数大側 敵和 有数大側 敵和 敵和 有数大側 有数大側 敵和 好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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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